容易耗伤气血的行为呢 很多人都在犯 快看你中了几个 气血呢是我们能量的源泉 给我们全身提供动力 维持我们正常的生活 气血充足 那我们就会 身强体健 神清气爽 气血不足 往往会感到疲惫乏力 容易劳累 那有哪些行为会损耗我们的气血 今天就来给大家讲一下 第一就是长期熬夜 我们知道肝藏血 熬夜容易损耗肝血 长此以往容易导致气血亏虚 并且晚上各个器官进行修复 和排毒的关键时间 睡眠不好呢 也会影响我们肝脏的排毒功能 第二就是沉迷于追剧和短视频 我们说九世伤血 那早在《黄帝类经》中就记载 五胀六腐植精气 皆上驻云木 所以过度的去追剧和刷短视频 我们的眼睛会处于一种 视觉疲劳的状态 就容易耗伤气血 并且有的人还喜欢 边看手机边吃东西 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 一心二用 不但伤眼睛 还加重脾胃的负担 那脾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 脾胃虚弱了 自然会导致气血不足 第三是过度思虑 中医认为呢 优思伤脾 如果说经常想事情多 容易纠结 点小事就容易计较 放在心里怎么也疏解不开 就可能会引起肝气郁结 顺耗肝血 并且肝木克皮土 皮虚弱 进一步引起气血产生不足 第四是缺乏运动 我们说气能生血 血能再气 运动是提升我们体内 气血循环最好的方式 适当的锻炼 不但能促进我们体内 气血的护化 更是有益于身心的健康 那长期缺乏锻炼 会影响我们体内 气血正常运行 甚至产生淤血和淤堵 长期下去 就会导致气血不足 就会导致气血